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是由夜晚风为你报道新闻 首先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复远 习近平视察福建口气变远 6年内不犯台 王毅访问土耳其近千人围攻 为什么这样接待他 州长夏里斯是应对边境危机 最恶劣的人选 乔州通过新选举法案 选民又多于喜 台湾最新民调 近九成人反对一国两制 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 在台海关系紧崩之際 习近平日前赴福建考察 却罕见感没有对军方 喊出准备打仗的狠话 反而说出一些促进两岸发展的软华 与此同时 中共军方也对6年内 侵犯台湾的说法进行辟谣 北京当局对台海局势的一反常态 引发外界的猜测 中共驻扎在福建厦门的东部战区 第73集团军 是大陆唯一一个在台海正面的部队 亦是负责对台防务的前沿部队 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报导 习近平在3月22日到25日赴福建南平三名福州等地考察 习近平这次去福建之行 视察军队无疑具有观察意义 或成为台海局势走向的风向标 以往习近平到各地考察都会去当地的驻习部队 几乎已经成为关禮 但这次官方一反常态 没有提及习近平考察73集团军的信息 陪同人员名单中也没有出现军方高层 习近平当日还提出 要以通促用、以为促用、以情促用 推进两岸融合发展 通指的是经贸合作暢通、基础设施联通、 能源资源互通、行业标准共通等 为是指为台措施 情就是打感情牌 同一日中共军方也对台湾局势释放软化信号 中共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在记者会否认 美方警告中共可能在六年内侵犯台湾 这是涮染中共的军事威胁 他们反对这种说法 有分析认为习近平这番话突然口气变远 可能和中共当下面临紧张的国际压力有关 同时也不排除是缓兵之计令斯伎俩 就在中共迫害新疆维吾尔族 西方国家纷纷对中共官员和实体 发动制裁之制 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出访土耳其 25日在首都安卡拉和该国外长哈姆杂奥鲁 Chavussolo会面 近千名维吾尔人在中共驻伊斯坦堡总领事馆外 抗议中共在新疆地区的打压 26个非政府组织也在安哥拉召开记者招待会 抗议王毅的到访 王毅这次对土耳其的访问 从星期三开始预计星期五结束 期间他还要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谈 土耳其外交部说 双方将讨论中土双边关系 以及当前的地区和国际问题 25日大约有1000名示威者聚集在中共驻伊斯坦堡领事馆前 抗议王毅的到访 他们首举力挺新疆维吾尔人的旗次 以及写有中共是法西斯 中国应该关闭集中营 和停止民族屠杀等字仰的示威牌 一位62岁的抗议者对法新社表示 我感到沮丧 为什么土耳其要接待中共外长 另外一名抗议者说 我们害怕未来 我们的儿童将会怎样 土耳其应该睁开眼睛 站在无辜的维吾尔人一边 报道还说 土耳其的维吾尔人正向埃尔多安政府施压 要求他加入西方针对中共官员 在新疆行动的新一轮制裁 土耳其是新疆维吾尔人长期以来的避风港 数以万计的维吾尔人为了躲避中共当局的打压 逃到土耳其 不过中共一直寻求 将逃亡该地的维吾尔人 逻辑罪名引渡回国 这次王毅出访 一些维吾尔人担心 北京方面正在利用疫苗作为筹码 施压土耳其议会通过一项引渡条约 中国人大常委会去年12月 刚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土耳其共和国引渡条约 条约目前正在等待土耳其议会的批准 据报土耳其正在使用中国科兴疫苗 至今预800万人接种 其中500多万人打完两剂 共佔土耳其人口约15% 不过该国并没有像英美等国出现 立肝见影压下疫情的效果 斯坦疫苗以来 确诊人数仍然急升 美国南部边境的严重危机 引发越来越多的担忧和批评 为了对付来自各方的责难 拜登当局决定指派夏里斯负责 成为美国政府和墨西哥中美洲国家 就解决移民问题进行对话的主要人物 但英文大纪元报道 阿里桑那州州长 杜西Duck Newsy坦率指出 夏里斯不是解决美国南部边境非法移民危机的合适人选 因为他一直以来从未有任何迹象显示 他认为边境这个状态有多严重 或者认为是一个极大的威胁 杜西3月24日向记者表示 如果拜登当局认真对待边境这个问题 这样他做了一个和他的意愿相反的决定 他给一个完全不在乎边境危机的人来负责 他认为夏里斯可能是最恶劣的人选 阿里桑那州和墨西哥共享约350英里边界 根据移民监督组织 美国移民改革联合会 Federation for American Immigration Reform的数据 最近的人口普查显示 非法移民的教育、医疗和监禁等支出 每年为阿里桑那州纳税人 带来约13亿美元的损失 在上周访问边境时 杜西批评了拜登政府对非法越境者激增的反应 他说这为那些试图测试美国移民发规者 传达了矛盾的信息 杜西州长在推特上说 拜登的国土安全部长马若卡斯声称 边境是安全的 但是边境局势发展是一场危机 在华盛顿的政府完全脱离了现实 夏里斯星期三承认边境有一个巨大的问题 说他不会假装他不是 他认为边境过度击逼 尤其是那些儿童的安排 又说这不是一直之间就能够解决的 但他在2019年11月竞选总统期间 概述他对移民改革的设想时 他竞选的原因之一 就是要通过全面的移民改革 令到移民有一条获得公民身份之路 乔治亚州州长肯普 25号签署了一项选举法案 将通过限制投票商的数量 和确定缺席选民的身份证件等方式 来加强乔治亚州的投票规则 这项202法案由乔治亚州众议院 以100票兑75票 参议院以34票兑20票通过 法案旨在确保更公平更安全的选举 美国Brightbart 新闻报导 该法案将要求选民提供驾驶执照 或国家签法的身份证号码 来提交缺席选票 这将减少选票商的使用 而选票商也限制在提前投票的地点 并只是在区域开放时间使用 该法案还令到乔治亚州选举委员会 能够接管可能需要监督的地区选举委员会 该法案还将缩短选举投票期限 从9州缩短至4州 另外一位民主党议员Park Cannon 对新选举法的签署大为怒火 并在肯普的现场直播中大闹 后来被士兵强行带走 外界还关注到 目前的乔治亚州国务卿拉芬斯帕卡 Brett Ravensburger也将被免职 但仍会担任州选举委员会主席 但鉴于拉芬斯帕卡及他的家族 和中共存在着的利益瓜葛 以及他在2020年大选中 对不公正的行为的处理方式 他这次将担任州选举委员会主席 亦受到民间的质疑 乔治亚州通过这项新选举法案 对未来有积极的意义 但民间依然疑累重重 美国网民纷纷发表看法说 如果乔治亚州在2020年选举中没有任何问题 为什么肯普需要签署选举诚信法案 有些说2020年选举已经达到他成功排除川普的目的了 现在要对选举完整性假装担忧一下 也有些说如果连法远到不存在公正 新法案和旧法案有什么区别 不论是新法案还是旧法案 我们都不相信了 我也不会投票给你们 台湾最新民调近九成人反对一国两制 而支持台湾政府做好自我防卫 捍卫国家主权及台湾民主的人则有82.8% 台湾陆委会25日公布有关两岸相关议题态度的最新民调结果 有近九成即88.2%的受访者 反对北京提出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有75.5%的受访者支持政府呼吁大陆停止打压香港民主自由 陆委会委托台湾国立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 进行了调查 还显示有74.9%的人不认同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等立场 而支持政府做好自我防卫 捍卫国家主权及台湾民主的人则有82.8% 在长期观察议题方面 民调结果显示 主张港而维持现状的民众仍占绝大多数85.8% 认为中共对台湾政府及民众态度不友善的人分别有77.2%和60.6% 而支持台湾的未来及两岸关系发展应由台湾2,300万人决定者高达84.7% 维持长期稳定的态势 调查结果出楼后 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邱瑞正表示 政府捍卫国家主权及台湾民主 致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政策立场坚定一贯 他呼吁北京当局正视现实和台湾民意 放弃强加台湾的政治框架和军事威吓 透过相互尊重无实对话解决问题 此前美国国防部官网3月15日亦曾刊文 称台湾从来都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新闻报道完毕 多谢收看